到钓鱼岛事件的影响呢 我国各地赴日旅游产品骤然减亮 那么今天上午呢 这个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正式宣布 从即日起就停止销售日本游的产品 停止组团前往日本旅游 而各地多家旅行社这两天 也陆续有已经报名日本旅游的游客开始退团了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负责人 今天对第一财经表示 几天来 很多游客前来咨询赴日旅游的安全问题 也有很多人出于愤怒和爱国热情询问 是否能够退团 但截至目前国家旅游局暂未发文 春秋国旅目前发团照常 在日旅行的游客行程也没有受到影响 不过日本旅行团单日报名的人数 从昨天起减少了三到四成 一位之前曾以安全问题考虑过退团的游客 告诉记者 虽然最终出于经济时间安排等因素 决定明天早上跟团出发 但对于那边的安全情况 还是有些忧虑 现在是有点恐慌情绪了 是想说到了那边 就是不知道那边民众会对我们怎么样 毕竟我们现在这边也有抵触的情绪吗 为了保险起见 今天下午 严小姐和团里的另外26名旅客 在旅行社建议下 又额外购买了一份旅行意外线 今天中午 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 启动了复制旅游 未成型游客的退陪工作 据了解 此次停售复制旅游产品 涉及康辉旅游集团 在全国的220家分公司 和5500家门店 由于那个钓鱼岛的这个事件 我们公司现在停止 作为公民去这边旅游 麻烦你约个时间过来 这个带你里的退陈手续吗 好的好的 本身有这个打算的是 这次这个钓鱼岛的事情 是我们的放弃 在沈阳 以往每年9月 都是复制旅游的旺季 而今年 很多旅行社 也自发暂停了复制游 尽管收入瑞减 但旅行社都表示 想退团的游客 可以获得全额退款 同样的情形 也发生在陕西西安 截至今天下午 西安各大旅行社 已有大约四成的 复制游客人退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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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